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白色休旅車右側車門 被撞到凹進去 地面上滿是機車破碎零件 這輛車倒在馬路中央 車頭幾乎全毀 休旅車駕駛則懊惱坐在地上 因為副駕駛座的妻子 也撞傷送衣 帶來聽一段駕駛訪問 我轉完他直行 對啊 車子速度太快了 他騎很快 他騎很快 因為我看得很遠 速度太快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 他在直行 我看得很遠 事故發生在台中 公益路和英才路口 30號晚間11點多 一輛左轉休旅車 撞上直行機車 造成騎士右小腿開放性骨折 頸部撕裂傷血流不止 根據了解騎士 趕著前往月子中心陪老婆 沒想到半路意外發生車禍 雖然意識清楚 但因大量出血緊急送醫治療 至於詳細的車禍原因 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